大家好,我是梁静忠 欢迎和我一起玩这期我们用土豆做个福特家 开灶 我们开始之前先往这边加热水 把水流口打开 土豆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第一步先洗洗土豆 这些土豆的皮是不需要去的 因为这个皮含的蛋元素比较多 它是酵母反映发酵 自行繁殖所需要的蛋元素的来源 土豆的这个 淀粉的含量 大概有15%到20% 这是土豆的淀粉含量 淀粉的这个 残酒率呢是 50% 56% 它的残酒率 我们用这个大蒸锅把土豆给蒸熟 这个蒸熟土豆的过程 也是一个糊化的过程 让淀粉充分糊化 有助于后期我们的糖化 盖上盖子 好 咱们已经开始加热了 煮好以后我们就开始 一会就再糖化 蒸了三个顿小时 土豆应该熟了 大家看看 是吧熟透了 这个土豆只是蒸熟了 淀粉不断了 我们下面转到这个桶里面 是进行糖化 把温度调到 调到65度 135斤土豆 加了60斤水 然后再马上加糖化煤 温度现在已经在60度左右了 是吧 我们马上准备加糖化煤 这个糖化煤必须得 用水 用水把它溶解开 而且水温不能超过40度 就是30度 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 最大的 最大的效果 一个就是 这个温度 老人说它烙的温度 你拔的时候就这样 加碗糖化煤一定要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让糖化煤和这个 土豆烙充分的结合 它现在还是比较粘稠的是吧 应该一个小时以后 它就会变得比较稀了 所以说明里面的这个淀粉就会变成糖 糖化了 三个小时 这个土豆 我们来取点汁 看看这个糖的含量有多少 1.048 接近1.050了 1.050 还可以 这糖度还算挺高的 能发酵个 五六度的酒精吧 没有什么很特殊的香味 那我们开始加 酵母 把酵母加进去 把土豆搅一搅 现在是土豆烙 这个加上酵母以后 发酵速度就会很快 因为它这个含糖量已经很高了 这个是我们没有过滤哈 下一次我们再单独做一期 糖化完以后 先过滤 过滤出来清智 然后再加酵母发酵的 我们这个就是连汁带皮 一起发一次了 先试试 看看这种做出来的土豆 是什么味道 有没有小鸟 的感觉 今天是发酵的第三天 我们看一看这个土豆 发的怎么样 大家看一看 还可以吧 发起来了 大家看这个汁水 还是非常多的 这个土豆腐的鸭 发了整整十天左右 终于发酵的结束了 我们今天用这个9800型的 打热的游戏 给它蒸了 好我们打开电源再办 一个加两个三个 我们打开 等着一会儿从这个地方开始出救 它这个是下面的这个锅 产生蒸汽以后 经过中间的倒气管 然后把这个蒸汽打到底部 然后把这个酒液给你的酒气带走 这是个回楼的游戴 隔离完了一会儿从车 进来一会儿冷却 这是个冷却桶 然后把那个从那儿出去 好了 等会儿开始出救 哎呀 这个土豆放在家 它的酒头已经出来了 酒头已经出来了 我把酒头进行提前放进去了 挺高的 以前现在有的接近70度 又是8度 就是8度 非常地高 听听的非常高 好我们酒头去查一下 我们尝尝刚刚蒸汽出来的 土豆放在家 什么味道 不是小 不是小 就要放在家 还行 挺清澈 透亮 嗯 有一个香甜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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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富特加 比以后前的经过滑不太过滤 多过滤几遍 这些100天的土豆 最后能出个20公斤的去 应该没问题了 除了这个土豆 你说还有哪些冰镜类的东西 可以做这种富特加的 嗯 我想到了还有 芋头 嗯 还有哪些东西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查一查 这个酒度比较高 哇 酒度很低 然后 入口以后非常分锐 然后整个酒店会出发 整个口腔 嗯 所以说用我们的这个粮食 做这种 富特加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喜欢我的视频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和观众 下期见 拜拜